運輸及火局局長陳凡說 因應紅碎短時間之內未能重開 政府會安排盜輪服務 由紅磡及九龍城往返灣仔 而港鐵就說 冬鐵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日子 班次會比較疏 行車時間亦會較長 港鐵在車廠展示兩輛損毀嚴重的列車 不論車頭或車窗玻璃都被人打爛了 車廂裡燒黑 大學站的月台設施同樣受破壞 入閘機、客務中心 和連接中文大學的通道都無一幸免 港鐵說大學站以北 1.5公里範圍的信號系統設施受到嚴重破壞 服務會繼續受影響 未能夠正常的運作 以至於列車行走1.5公里的路段 需要用人手限速行駛 不高於22公里速度去行 所以整體的運載力是受到影響的 我在這裡希望大家能夠體諒 餘下的日子都會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會走得比較疏落的那些車 整體行車的時間會較長的 至於紅磡海底隧道連日封閉 政府說有暴徒大肆破壞 隧道行政大樓收費廣場受到縱火影響 交通管理系統也都破損 紅磡短期內未能開通 希望盡快開通 由紅磡去灣仔和九龍城去灣仔道輪服務 因為這是一個特殊安排 所以是不令收費的 他又說會加強途經東瑞和西瑞的巴士班次 無線電視記者 郭穎恩 報導